你在水产店买龙虾的时候 发现他头上有个数字 店老板有些不耐烦 喂喂 小子买不起就赶紧走人 你开口 老板 龙虾五十卖我吧 老板不耐烦 你小子来找茬子是吧 五十那是死龙虾的架 你伸手一指 可是一会儿 他马上就要死了 果然下一秒 龙虾翻着肚皮养勇 老板愣住了 增养剂坏了吗 店他一会儿 骂骂咧咧的 呸 真会气 算了算了 便给你 没错 你能看到别人的死亡倒计时 这个能力是周一醒来后就有的 为啥是看到死亡倒计时呢 因为在街边看到过一只 0.001的小狗 然后下一秒 这狗就走马运 从那以后 你就知道了 不过比较扎心的是 你好几次看到 公园练剑的老大爷 比年轻射出的寿命还长 回到家后 又是查进孔里 住对面的 好像也是个 租房子的女高中生 一转头 二人猛人对视 而对方头上 你赫然看到了 无限接近 那只小狗的数字 0.05 12班 也就是说 这个女孩 一会儿就会死 还是别多管了吧 贸然说什么 注意用水用电安全 心脏的油 随时在他人边 室内一定要定期通风之类的 日后见面 会被人当成怪人的吧 对对对 放下诸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 这个社会 就是要注意 宁舍宝山 咚咚咚 十分钟后 对面的房门被敲响 有人吗 送快递 可等了半天 无论你怎么敲门 都没人回应 一脚踹开木门 一面而来一股 热浪和炭火的味道 地上一个烧着炭的盆 想要端起拿走 好擦 看了一眼那个女孩 她的床上 额头上全都湿汗 还是先把人抱了出来 放在走廊上 喂 醒醒 醒醒啊 范雅柔隐约间听到 有人在叫自己 睁开眼 这不是对面那个同校生吗 他手里拿着什么 冰袋 喂喂 你还好吧 我送你去医院 不了 那我带你去偷偷风吧 不了 眼看这小姑娘 头上的数字 掉到了0.02 你是真的急啊 未经他人苦 他门口死了喂 那个你房间有点毒 要不在我家待一会儿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休息就行了 那个我家饭好了 吃个饭怎么样 还是摇头 这次连回话都没兴趣了 转身就要走 你寄出双手点 有波龙 范雅柔密切愣了一下 有点挣扎 这可不行 这样也太不客气了 镜头一切 出发内 龙虾还在争 少女主动道 我来帮忙吧 不用 我一个人 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范雅柔 已经闪现到了身边 还穿上了蓝色围裙 竖起高马尾 没等你说完 他熟练切齐 蒜末小米辣 很快调好了酱汁 五分钟后 桌上小菜摆好 一双隔着手套 端着波龙放在面前 朝着视线的 还有一张青春漂亮的侧脸 看你盯着他看 压着我外头 我脸上有什么吗 有我理想中 嫌弃良母的样子呀 饭间你们俩聊天 发现你是幽名高中 而他是浩天静高中的学生 过程中啊 你尽量避免着死这个字 免得让他联想到不好事情 但他忽然道 你的手是刚才进我房间的时候 烫到了对吧 嗨 小事 让我看一下 一把招住手掌 发现一杯显红 等我一下 闪闪接到厕所 等在出来的时候 手上挤了一段牙膏 均匀抹在烫伤的位置 然后轻轻的吹了口气 冰凉凉的触感 在山口荡开 还真神奇 疼痛都飞走了耶 有点尴尬 那个歇吃龙虾 吃龙虾 哑肉喝了一口冰皮 一团虾入口 Q弹爽滑 完全没有点腥味 真的很好吃 心想着 细口来死前吃了一次 不然 该有多遗憾啊 干杯 吃完后 他又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 要不你把钥匙给我下 我明天给你准备一顿晚饭 你放弃回来后 就能吃到了 你一阵无语 是啊 我在502吃你做的饭 你在501自杀 到时候警察来了 发现我家全都是你的指纹 然后问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说 我不到啊 给我做一顿饭就自杀了 你觉得 这样人家会心吗 明天不来 我一个朋友便秘的厉害 要跟他去吃华莱士 后天吧 要是点点头 哦 好的 延长了 连门开口 不是不是 错了 后天有点事 要不大后天晚上怎么样 这 饭养肉犹豫了 大家是点头答应 可以啊 你也先一亮 可大后天是活动日 放学后我要打羽毛球 要不周六 一马 原来这对饭也没那么重要是吧 四天都等不起的 妈喂 最后做饭时间 改成了周五 三天 这三天 应该足够去了解他了吧 俩人的后面越喝越多 大家都脸蛋红红的 范亚柔 倒 哎 又不是军性 没必要搁这里出脸 你 你叫我是 你生喜口气 其实 我喜欢你很久了 能跟我谈个恋爱吗 这个还是不了吧 大学前我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对不起 你无语 合着您大学前有自杀的打算 其实你也没想太多 只是不想让他有自杀的念头而已 但居然拒绝得如此认真 笑死 你真的好装 其实我根本没有多想跟你出大象 第二天 你同学门口的老大爷良心得知 原来范亚柔从农村到大城市念书 上星期 他爸妈在下山的时候遭遇了山体滑坡 你闭上双眼 这比想象中还要绝望啊 这换我我也死啊 那头亚柔从床上醒来 闷了泪痕 昨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爸妈在医院的梦 医生说 两个人需要住院很久 太好了 原来没有死啊 可这种思考 又让他很快记起 爸妈当成在泥石流下的画面 擦了擦红红的眼眶 等自己给隔壁那个家伙 做完那堆饭后 再死一次吧 这是牛排卖鱼双冰饭嘛 超市里最热销最贵的产品 78块 一直很想吃 可舍不得买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门口 然后就看到了下面一张纸条和一把钥匙 这是昨天没卖完的 早上搬家促销 我钥匙放门口了 你吃一半 剩下的放我冰箱 还有啊 你换锁之前 可以白天待在我家里 落款式 小反 亚柔咽了口口水 是分卖鱼饭 色鲜艳薄 而焦脆 不行不行 这可是人家要吃的 我怎么可以分一半 而且 那不就剩剩饭了吗 可是 好想吃 他也很想被我吃掉的吧 一番究竟后 饭眼肉想到了个绝妙主意 用家里一些零食的吃喝 又凑了个盒饭出来 趁着上午最后一节喝汁甜 把饭送到学校吧 另一头啊 学校里来了个新的转校生龙笑笑 好久冷风课间和你聊天 不过小反 你是遇到新生了没有 身材真的好大呀 一颗嗖一声 嗯 的确是元超年龄的丰满 这时 忽然有人在门外喊话 不得不说 颜值金的很高 冷风惊呆里啊 快告诉我 这是你花钱醒了拖 就生不了这一颗的细容 小反正细容 你是真该死啊 你咳嗽一声 不好意思啊 的确是找我的 走了走了 镜头一切 来到环形大花坛前 两人把饭菜搁在腿上 你疑惑了 你咋找到这个班呢 你不是说 你在一个比较差的班级吗 我随口问了一下 果然就找到你了 喂喂 你这个果然 是不是用的有点恶意啊 范耀柔想了讲 换一句 你 竟然在这个班里 你双双合适抓着筷子 听起来好像更丢了热板味 饭菜里的饭 是饭有点新做的 说实话是真的好吃呀 黄瓜炒火腿 青椒炒肉丝 雅儿咳嗽一声 用你的饭盒 回去我帮你洗干净哦 你是感觉小鹿乱撞啊 这样一个女孩 近乎贤惠的行为 不过 看到她头顶的那个二 又感觉 这种情愫多余了 她不是无条件对自己好 只是想在死之前 把人情还一还 偿还对象 可以是那只波龙 也可以是这盒鳗鱼饭 但唯独不能单单是你 震伤神 忽然筷子抖了一下 一块鳗鱼落到 雅儿的大腿上 你联盟道歉 我的 我的 啊 哦哦 好 雅儿联盟夹起 放到你饭盒里肉肉道 你的你的 呃 你是真想一头抓紧土里啊 不是 你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 我的 是这波我的问题的简称 你开口道 呃 把你裙子弄脏了 不要紧吧 范雅儿也反应过来了 太尴尬了吧 还是回去 就自杀算了 小白先生 再见 我是什么笨蛋吗 喂 他这么大方的一个人 怎么会忽食呢 而且 还是掉到我腿上的东西 他肯定会嫌弃 脸都变红了呀 你都已经不好意思了 没事 三秒还能吃 往自己嘴边夹 安元价 这一块鰻鱼片 值三块 谁知道 这直接触发了少女的吃加buff 但让你吃掉 他又感觉难为情 所以 直接把嘴巴伸过去 一口咬掉 然后马上侧口头 继续咀嚼 你是脑子都快当机了呀 不是 你怎么又脸红了 什么敏感价位 这时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小白 在做什么呢 你转头 妈呀 是脸色映成了班主的利福 你脸吗解释 不过还是雅柔姐的围 我 我是小白的表妹 当说出自己是 浩天进高中的学生时 利福脸色缓和 哦 原来是隔壁重点的呀 虽然是这样 但送饭的时候 还是最好坐在食堂吃 这样印象很不好 很快 时间得到 昼午晚上放学 你在楼下站了会儿 不太敢进去 弟弟一条信息发过来 怎么不上楼呀 你看脸自雅阳台 少女正一边晒着衣服 一边看着你 你点点头 镜头一切 一二二打开家门 刚刚做好饭 你回来的 好准时呀 是啊 这回答明显 让他听出来 你有一些心不在焉 他该不会是猜到自己今天 还我人情后 就自杀了吧 做的那么明显吗 雅柔道 那个 今天我买了酒 裹酒 都是很低的那种 喝掉吧 你点点头 今天的菜很丰盛 鸡尾虾 糖醋小排 只是淡淡说着谢谢 就这样 平静和谐的 吃完了这一份晚餐 看到雅柔 突然站起来一本正经 不是 这些菜 我做了一下午 你就只有这种反应吗 啊 啊 什么啊 我一趟的时候 我生怕你的小桃罐 装不下溢出来 就在旁边 盯着站了一个小时 动都不敢动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不搬个凳子 这是问题的关键吗 喂 脸都气红的呀 不是 我说我杀人不眨眼 你问我眼睛干不干 呃 好吃爱吃啊 你紧张了 他头上的0.07 变成了0.11 这多帅的一小时 不会是要把我也带走吧 饭有柔道 你做好 伸出下手 捏住脸蛋 嗯 嘴角强行挤出来的商人微笑 不要 组织这么单张 有问题 嗯 这张艳势脸看着就舒服多了 头顶时间跳回0.07 你心想 不是 合着你是零死前 放心不下我 好了 现在我问你 好吃吗 嗯 不错 是可以出去赚钱的程度了 少女微笑 没错 这种故意让人误解的嘴线说法 肖凡 这次是真心的 继续吃饭 你聊到班主任的女儿 养了他小狗 生病了 你想救他 但又不能直接跟老班说 于是 只能跟师娘汇报狗子生病了 一二二一点明白过来 只是一条狗 这家伙都会因为没有救下来 而苦闷到 若是那种表情吗 那天 他从毒气里救下了自己 今夜 自己又在隔壁寻死 那他会超难过的吧 不行 少女决定了 他不能这么自私 又换一个地方 离开这个世界 那面对 突然消失了自己 除了认为自己死了以外 不完 都会被时间消化 自己一会和幽灵一样 彻底消失 开口道 孝凡 我明天就要回家里 转到老家那边的学校了 早上六点的车 有点仓促 就来不及告别了 拧起双眼 时间又变了 五个小时 也就是说 他过在深夜时 悄悄的移开 他让我死去 想了想 这种提议 确实有点仓促 那今晚 有没有跟我做点什么打算 你也认真 那个别误会了 明天放假 我今天也没事 既然你说明天来不及了 那今晚就好好道别吧 那个 可是我明天早上要赶车 不能熬夜 你手大的肩膀上 雨柔心肠 雅柔同学 你还年轻 克服一下嘛 可是今晚要做什么呀 范雅柔倒是不急的自杀 但早知道今晚 还有告别仪式 就留两杯奶茶的钱了 但想了想 自己还有花杯可以用啊 虽然带着债务死 很不负责任 但这点欠款 应该不会影响那些 大老板的资金吧 那要不我们出去 喝几杯奶茶 反倒是你扭捏起来 那不就跟约会似了的吗 这一下他绷不住了 只是喝个奶茶 应该不至于吧 哦 那你还听海王 说什么海王 我 我也是第一次跟男生喝奶茶 而且自己这么穷 怎么可能每次都请人喝奶茶 还有 如果是喝奶茶想约会 那自己这几天在家里 给相反做饭 还等他回来一起吃 想什么 跟夫妻都被区别了好吧 顶头一切 你拍着拍 共享电动车的后座 上来吧 我们这是要去哪 一个地方 风顶不错 而且人少 车轮转动的一瞬间 杨柔不自主 轻轻握住你的腰部两侧 过了一会儿 娇须的水坝到了 你得以介绍 这里晚上 一般不会有人来 顶多有钓鱼佬 对了 河边还有软沙滩 还没介绍完 你就发现 范杨柔把鞋子脱了下来 走去河边 正好身影没入了 路灯旁的英语 连头上的数字 都看不到了 你被吓出一声冷汗 刚踏前一步 路灯下的光芒 便出现了一位少女 女孩双手提起裙摆 在月光下露出天真校园 就跟在海边一样 还有沙滩 小凡 过来玩呀 就见你举起手机 她叉一声 你在拍照吗 是 偷拍了一张 她勾起脸 喂喂 偷拍这种话 直接就说出来吗 你要看看吗 她坐在你身边 这照片的确不错 月亮好圆 你们坐在沙滩上 范杨柔露出两节 勾起小腿 在身边上拍的 这个地方 你是怎么找到的 也太棒了吧 以前骑车的时候 经过这里 所以有事没事 就跑去这吹风了 她继续问 那这个秘密基地 你是第一次带别人过来 你跌点头 是第一次 但你别跟别人说 少女歪来歪头 为什么不行 嗨 下次我要耍朋友了 肯定要带她来的 她要是知道不是第一次 那可不爽的 雅柔鸣起嘴 那你是不是也在骗我 还真不是 你肯定是第一次 我发誓 范杨柔不依不饶 你为了女朋友 如果这样问 你是不是同样会这么说 我应该不会发誓 回忆你的是个鬼脸 配诡计多端的男人 一笑了想 果然是学霸 不好骗啊 二人就这样 静静地吹了晚风 忽然电话响了 雅柔接下来起 你好 怎么了吗 雅柔同学 这几天你都没来上学 是出什么事了吗 雅柔面色一沉 我转学回老家了 情缘号道 那太可惜了 走之前 我们会举办聚会 我也邀请你 一起去公园转转 不用了 谢谢关心 我要去取电影票了 电话那头 明信愣了一下 哦 那以后 常联系啊 过完电话 雅柔深起口气 贪然地感受着江峰 你看他眼里 原来被不喜欢的男生纠缠 这么下头啊 雅柔聊聊头 我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 就莫名其妙地 Q上给我表白 怎么说呢 挺让人尴尬的 你笑笑 射口且闷骚 很像我的一位故人啊 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冷风的脸 其实萧凡你就 他刚想说些什么 他话到嘴边就停住 想说的是 其实萧凡 你这种性格就很好 虽然给人感觉很自然 但不会莫名快于边界 作为一些让对方尴尬的事情 你疑惑 话说一半干嘛 你也断肠狗啊 去 想夸话你 怕你值得一满 所以决定暴力意见 急顶进步 行行行 拦得回 继续吹风吧 突然一个长发女人 出现在不远处的河里 你俩一愣 但立刻反应过来 这是 要自杀 头顶的数字是0.01 只有14分钟了 喂 你愣个惊一下 我靠 还帮倒忙了 连忙脱掉外套 准备下水 跟一个阻力从身后传来 是范雅柔一把拉住你 暴停就行了 你别自己去啊 溺水的人会拽你的 出事了 你的父母会伤心的 可见死不救总归是 雅柔松开你的手 也没有人说要见死不救 他往河里走去 步履坚决 你一把给拽了回来 这样吧 我在这里看看 能不能找个数字绳子什么的 你去路上拦车摇人 他点点头 嗯 那你不要冲着冒险 雅柔在路上慌慌张张叫着车 你好 有人落水了 麻烦您帮个忙救一下 可那人一听到 低脚的我们真走了 一而一回头 发现你已经不见 糟糕 被骗了 往河里方向跑去 努力去遇到你的身影 拜托拜托 千万别死 终于你的身影出现在路灯下 山边还架了个石楼楼的女人 雅柔 报警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也赶到 将女人送去医院 等到她的路上 她心里一直在想 短短几天内 消费已经救了两个寻死的女人 但她 真的能够救下他们吗 少女内心 突然充满了自我厌恶 我真讨厌 要是死了 肯定会让她难受吧 明明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但却变成了那种最麻烦的人 错了 被救下以后 还有跟消贩交朋友的决策 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早知道 就不该嘴馋的半只波龙了 姑息脸 你明明答应过我 不是孩子下河的 你还是去救人了 一挠到脸 我很想答应你的 但她连小泡泡都不吐了 我感觉她坚持不了太久 范儿柔道 就算你救了她 你能保证她不再自杀吗 你点点头 能的 因为在救上女人那一刻 她头顶的数字就刷新了 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 不仅不自杀 还能活到八十多 你悠悠道 知道自杀有多难受 就不会再自杀了 突然 你一盯着她的眼睛 不会再自杀了吧 不是你说她不会 话说到一半 她抬起头 才意识到 你是在问她 明明之前 她都不主动提这件事情的 啥儿摇摇摇摇头 不会了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少女将脸测了一边 不敢看你 你刚才 不也在骗我吗 我一直想问问你怎么了 但又不敢问 怕出现了你的伤心处 这两天接触后 发现你还是能够哄开心的 啊 不对 也不是哄 就是遇到开心的事情 还是会开心的 所以 只是不能记起来对吧 腰肉愣住了 是啊 只要不让我记起来 他们不在了 只要让我忘了这件事情 可是 这种事情 怎么能够永远遗忘呢 每到晚上 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肯定会哭啊 不知不觉 眼泪越流越多 她要去磨 可越擦越多 边走边哭 不要跟着我啊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这其余时的不去以后 二妮也停下了脚步 不知不觉 她头领的数字变了 不是0.1 不是1 不是2 而是一个很长的数字 原来 原来是发现出来就好了啊 那自己这几天做的 有必要吗 想了想 嗯 有的 如果没有这几天相处 估计就会和那个 跟她打电话的男生一样 走到门口还没按门铃 就被当成贴下广告的 赶走了吧 雅儿一回头 不是 你真的没有跟过来啊 哭得更厉害了 嗓音都哑了 你叹气 哎 还真是一点都不傲娇啊 晃落手里的鞋子 是我帮你穿 还是自食其力 范柔擦着眼泪摇头 我 我不穿 我穿什么鞋 我不要鞋子 我要飞 我要飞到天上去 变成一颗星星 没错 人在装逼的时候 是没有脑子的 你蹲下身 好了好了 穿上鞋子 也不影响变成星星吧 天上的两颗星星 也在看着你 他们也希望 你开心快乐 几天都会回去的路上 你突然停下 走到草虫边伸手 这只少女疑惑的时候 你把手放到她旁边 她听到翅膀震动的声音 你捉了什么东西 该不会是虫子吧 你笑笑 松开掌心 一颗淡绿色的荧光 往着孔明灯般升起 这个星星送你 回到小区 你们互动了晚安 各自回到房间睡下 你松了口气 天天睡去 而少女躺到床上 当死者安静下来后 父母嗖的那种孤独 如潮水般涌来 压迫的她喘不过气 不过今晚 却不一样了 回一起待一幕 这颗星星送给你 手中的淡绿色萤火 徐徐升起 她自于自己的星星 缓缓飞走 而跟随那的微光 她看到了繁星点点 就在人间 爸爸妈妈 你们不用担心我的 我一个人 也能很好走下去的 第二天 你出门正好碰到 在所门的范亚柔 等一下 有什么不对劲 寿命断气时了 仔细摟摟摟眼睛 不只是她 其他人头上的也都没了 不是 这超能力虽然垃圾 但也不能直接 给我磨手了吧 尤柔疑惑 这个家伙干嘛呢 小凡 早上好呀 哦 早 尤柔转头走了 这时 念到耳中一个声音响起 不该那天 就把钱一下花完的 肚子好饿 等等 这是范亚柔的声音 可她不是没说话吗 忽然反应过来 这是 听到了她的心声 上次觉醒能力是周一 这次还是周一 也就是说我的超能力 每周都会换一个嘛 其实啊 她把钱花完 你也是有点不好意思的 那个 你昨天请我吃了 那么一顿大餐 不还你实在不好意思 我请你吃几天早饭吧 言人犹豫 那 真是不好意思 又让你花钱了 心里却想着 别来看出来我没钱了吗 还被这么僵硬的请客 照顾我的自尊性 好丢人啊 好丢人 不过肚子真的好饿 你们去了一家米粉店 她吃的小脸红彤彤 辣得喝起土舌 可你 自首辅额头 就这么一小会儿 听到了周围无数心声 别念了别念了 你们的心声 我是一点都不想听啊 正当你没头紧锁 忽然感觉 太阳穴被人用手指摁住 正开眼 只见到脸蛋冒红的范亚柔 用手摁在一闹门两侧 揉啊揉 昨晚是通宵熬夜了吗 感觉你精神挺不好的 咦 为什么一直看我 不会是我嘴巴上有红油吧 你说的 昨晚确实是学得有点晚了 在知识的海洋中 熬熬的太久 温烟亚柔一脸不当性 怎么你不信 没有啊 我信 我才不信呢 吃完饭后 他认真盯着你 你这个月的生活费 应该也没多少了吧 在一阵沉默中 他紧张猜测 实际上只剩不到一百块了 也不能这么说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了啊 我只能说区间在一百到两万之间 亚柔思索了一会儿 那在两百到两万的区间吗 得了 被宿水天的少女算死了 你咳嗽 没事 我找爸妈抱点金 要点钱 你别担心哈 别别别 他里面摆手 如果被肖凡妈妈知道了 他儿子生活费不够 是因为要请邻居女士吃饭 他妈妈肯定会对我有意见的 你的心理活动却是 这你想太多了吧 鸭肉掰着手指 没生活费 也能花下来办法 由我解决 维生素 蛋白质 脂肪 碳水 167 连这些都能满足 当然啊 打着的鸡蛋 二十元三枚 晚上后 超市的五花肉打着 八块钱一斤 我可以给你做干扁五花肉 冷冻的鸡爪 能做成柠檬骨凤爪 你几号发生活费啊 二十三号啊 那就没问题 他用双手在空中 比划了一下灿烂笑着 周末晚上 咱俩甚至还能吃两个天筒 你都听愣住了 160 在图巴或许开不了一个网吧 但在范亚柔这里 甚至能摆着喜业 如此完美的女人 以后到底要便宜哪个臭鸭在外 而在路上 你又看到了一只小狗 呆了五秒 他头上居然出现了 数字 然后下一秒 又撞了大运 这下你才反应过来 我的超能力 并没有消失 二十六华城 可空吧啦 之后 你来到学校 早自一开始 大家学英语的时候 就在这时 一道形成出来 B A C D E 等等 选择听哪里的E 一转头 就看到了小偷一样 视线有离的冷风 在观察隔壁的龙笑笑 喂喂 你小子看什么呢 小凡你可算来了 你小子 用手肘出来想你 能吃到美少女灵机做的饭 都爽飞起来的是吧 说 你到底抓了她什么把柄 没有啊 纯纯的扔个魅力 快点扶法吧 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救不救不 雷雷雷雷 忽然 你闹喊中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俩真要好呀 等等 痴汉笑 这谁啊 一转头发现龙笑笑收回的目光 是他 哦对了 特间顺带着还发生了个小事件 那就是之前 被你救下的女人林婉儿 来学校答谢你 让你在班主人面前 好好出来把风头 下午体育课的时候 你和冷风打完篮球 两人庆祝一碰拳 刚才那个上篮 漂亮啊 嗨 那都是你传奇的牛啊 反哥 对了这时 你的女士的心声传入耳畔 啊 好天 转头过去 龙笑笑这肉骑士 大量的四周 你忽然想到了什么 会吧 有些害怕 又伸出手 对着冷风的背 轻轻来了一下 啊 好天 一回头 我爱 啊 好天 一回头 我吵 有开关 冷风的身上有开关啊 你算是明白了 内心对这个危险的女人 多了一分忌惮 喂喂 别在这里发电啊 龙笑笑也好像发现 有点不对劲了 尴尬往女侧走去 结果拐角处 正好遇到 几个背后说她坏话的女生 经过 哎 龙笑笑反正只喜欢跟男生玩 你就别理她了呗 对对 就是就是 咱们孤立她 这一下场面真的尴尬 龙笑笑走过去吧 结果跟他们撞上 转身走人的话 又抬过丢人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不是买饮料吗 走吧 少女一愣 哦 嗯 走吧 那几个背后说她坏话的女生 也松了口气 她刚才应该没听到吧 那表情明显听到了呀 哼 猜了多久 就跟肖凡勾搭上了 她肯定不在乎跟女生的关系 等离得远了 你提前一 没事 换同桌吧 跟老板讲一下 她很通情搭理 结果经过操场的时候 冷风看到你俩 并排散步 心态当上就炸了 肖凡 你打秒的背叛 背叛的伤口 永不愈合 这混蛋 哇 她吃醋了 你误了 得了吧 放学回家的时候 龙笑笑有一杯孤立 可怜兮兮看着你 哎 行吧 那我和你一起回家 正好车上有位置 小龙招呼一句 那咱俩坐这呗 两人刚坐下 这是小姐弹窗 是范雅柔 你上了几路公交车 我的车站等你 你突然有点紧张 我这么一个正着的人 他被表彰为救人小黑容 钢铁一直的预备谈员 跟小龙坐一起 也不能说明什么吧 但是怎么感觉有点怕呢 那个 你哪站下车 龙笑笑回答 浩天静高中啊 你放心了 范雅柔上车的时候 小龙应该已经提前 站在门口准备下车了 很好 当然事先说好啊 我可不是怕什么啊 给亚柔回了个消息 737刚上车 快到的时候 我给你发 嗨 小爷深圳不怕影子歇 没错 就是这样 可等公交车快到浩天静高中门口的时候 你傻眼了 这这这 小龙怎么没有起身来打算啊 你该起来了 龙现在歪着头 我再下一站下吧 好像都差不多 那条路更熟点 正好 那里有个好吃包子铺 买几个带回去 坦诚 这才是真坦诚 但你心里是信息都爆炸了呀 嘎吱一声车门开了 哈喽 小凡 看到亚柔的一瞬间 小龙当场杀眼 等等 你要跟小女朋友一起回家 你喊我坐一起干嘛 不是你喊我的妈喂 哦对 是我喊的 那这下怎么办 还知道反省啊 不对 你自然一点 小龙起身 勉强挤出笑容 你坐 我这站下 范亚柔倒是表现得很平静 谢谢 坐下后面色如常 心里想着 这个女生身材好好呀 脸也很可爱 你松口气 看吧 女生之间哪有什么暗自比较生活不容 这不是真心的赞美吗 只不过嘛 亚柔只是奇怪看了你眼 就拿出英语书墨背单词 原来是我之前误会笑凡了 误会 嗨 怎么还自省呢 这性格也太好了吧 不过 他到底误会了些啥呀 下一秒 新生传来 他不管跟谁都能相处的挺愉快哈 啊 什么叫哈 你女生语言还挺好的哈 刚才聊得挺开心的哈 哈 你个头哈 有话只说不是你的人道吗喂 亚柔有点费解 怎么了 你跟他说了 被救女人来学校找你的事 聊着聊着好几站过去了 其实亚柔有个事 一直没跟你说 那就是同班同学亲人后 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存在后 就知能而退 不再纠缠了 然后 他同学非得亲自见下你 结果一生来 就看到你跟别的女生有说有笑 这时候魅魔妞多少有点没面子 同学到站后回回手 亚柔我先下车咯 拜拜 不过 当他往车门走的时候 忽然听到亚柔身边的男生 小声说了些什么 那个 刚才那个女生是在车上碰巧碰到的 嗯 这位小奏同学隐约听到男生主动解释后 女孩像是被强行塞了个糖进嘴里 还是舔你的焦糖棉花糖 心里想着 原来他也会怕的呀 真看不出亚柔家教这么严格呢 哎 真是被这俩减了一脸 你这边帮妹妹妞找不完面子后 嗖了口气 亚柔有点小难为情 刚才小凡主动小声解释被同学看到了 这种少女小小的虚荣心 确有满足 原来 他并不是随便跟哪个女生都能玩得好 只是纯粹喜欢说一些让人发笑的话 自己在他心里应该是个相对特别一些的人 你松口气 忽然又听到了隔壁的心声 没有啦 他正好跟同学生在一起 这不是很正常吗 仔细一看 他在看手机 众所周知 人在阅读的时候 会下意识将字在心里读出来 别掩饰了 你看到男朋友旁边做了个女的 心里肯定火爆三丈了吧 都说了 不是男朋友啊 哎呀 我知道 还不是男朋友啦 此时 公车正好又转 侧边玻璃洒进了夕阳 用手遮住 自然转头躲避逆光的时候 恰好看到了一耳朵的发色被日光蕴染 看了手机屏幕 原本一本正经的少女 嘴角勾起猛糊涂 她自然抬头 视线和你相见的那刻 有点慌乱 这怎么了 虽然强作阵地和你相对视 但眼神却不自觉 屡屡游离 不是 我说的不关我的事啊 她看到了吗 你心想 OK 开始没看到 但听了个大概 雅柔心想 我刚才的表情很奇怪吧 奇怪倒是不至于 怪这个词 形容你这种牛逼长相 也太离谱了 她会怎么想 嗯 我想 我想说 你这害羞的 有点丢出来吧 那个啥 阳光挺刺眼的 睡都睡不好 我把帘子拉一下 然后就闭起眼睛 闭目养神 雅柔小心观察 深度话就破绽 她很快发现了 你家装睡 心里紧张不已 这该怎么办好呢 你是快被蒙迷糊了呀 有必要发出 这么可爱的心声漫威 这天 你和林家女孩范氧柔 来到超市买菜 按照计划 你们先去购买了 20元的打热鸡蛋 然后是13块9的鸡蛋挂面 你掰了手指头 生活费167 扣掉来回车费6块 午饭8块 还剩120的话 是 范氧柔认真解释 是119 如果你每次计算都这样抹零 那结让的时候 是会被加起来的零头吓到的 你点头 确实 将一袋涡笋液递个收银员 这多少钱 突然 又得心声传来 好水灵的小姑娘 还穿着校服 这俩孩子 是在谈恋爱吗 真可爱啊 小小年纪 就学着过日子了 收银员阿姨 一脸一目笑 称重是2块8 我再送几个葱给你 范儿一点惊喜 诶 真的可以吗 小事了 谢谢您 扬起手上的袋子 朝你炫耀一下 你看 免费的耶 好吧 这下直击小心到了笑容 别说几根葱了 如果我是败肉的 用这个表情求我 直接送半山猪啊呗 阿姨笑咪咪的 一共是49块4 现在满50 有一次臭羊机会 要不要再拿些什么 雅柔在收银台上 扫了一眼 撇到什么灵感超薄后 联盟立正 要不就算了吧 反正自己抽奖 也只能抽中纸巾 你拍出一包麻辣小鱼 这个吧 记得妹魔牛 好像喜欢吃辣 拿这个做天头也行 劝了一句 试试呗 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呢 雅柔想了想 那你来吧 我每次都是四等奖纸巾 手气差了 喂喂 不是你手气差 是奖吃里95%都是纸巾 来到我抽奖台前 四等奖纸巾 三等奖零七奶酪棒 二等奖一斤排骨 一等奖是大号可爱熊 身上掏球正摸着 忽然听到 他再往下掏 就有机会摸到三等奖了 是抽奖员的声音 也就是说 他们把好奖都压下面了 眼前一亮 果然店员的声音继续传来 这小子肯定想不到 老板特意在一等奖小球上涂了点油 就是让人感觉他有点脏不想摸 一等奖可爱熊 可是我们超市的老员工 不过这家伙 看我做什么 欢迎刚落 你把小球递到他面前 金色一等奖 不 可爱熊姐妹 这 这怎么可能 话没说完 你面有表情把熊放到亚柔怀里 贴着菜转身走人 没想到 抽奖那种东西还有门道 只能说 别太想看超能力者 不过 当他超能力又在这种地方 只为不过邻家女孩一笑 也有点小看超能力哦 算了 一笑也行 嘿嘿 你可可说一声 哎 没想到 一等奖这么好抽 转过身正想搭话 却没想到 亚柔说你的熊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袋排骨 还投了一个 你真厉害的表情 有点可惜 我不太喜欢玩偶哎 所以 刚才就跟店员交换啦 你双眼一鸣 此乃谎言 因为这会儿少女的心声是这样的 好可爱 猫茸茸的 晚上不得睡觉 肯定很舒服 但是 玩偶只能我一个人抱 排骨可以两个人吃 不过 小凡会不会觉得 他送给我的东西 被拒绝的不开心啊 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没有不开心 只有感慨 凭见邻居 百事哀 失去小熊的雅柔反倒安慰起你 你运气真好 那只熊好像从来没被人抽中过 等下次 你说不定还能把他一次抽走 少女担心自己拒绝礼物的行为啊 会让少年感到一颗真心 被另一颗辜负了 你把无所谓 马上写到脸上 嗨 我运气一向都可以 之前是没兴趣抽 下次 必拿下 好 必拿下 雅柔脸上说的笑容是真实的 他在为你没有含心 而开心 但你却没有那么开心 少年终究被年少不可得之物 困其一生 范雅柔以前没收到过玩具熊 懂事的他并不在意 但那更多是因为没有送他的人 高热的他收到玩偶熊 但又还了回去 换了一斤排骨 因为他觉得 跟邻居分享排骨 是更重要的事情 若干净后的他 肯定能收到玩偶熊 比如说这个 拿工资买个跟人一样大的都行 费点心思 也能找到跟17岁时 一模一样的玩偶熊 但那些都不是一样的玩偶熊 他的一生 关于玩偶熊 唯一会记住的时刻就是 17岁时 他拿玩偶熊换了排骨 并没有不喜欢 也没有更喜欢排骨 那时的他 得到一样东西 需要失去另一样东西 失去另一样东西 才能得到另一样东西 突然 你脚不停住 等我一下 一二一脸梦签 这是 怎么了 你跑到了一个 刚出超市的中年大叔省钱 哥 你这小票能卖给我吗 大叔愣了下 唉 直接给你吧 不要钱 你是想抽那个熊送给女朋友吧 老实说 很难的啦 这熊估计是 这超市的内部员工 我从来没见有人抽中过他 我想试试 那祝你好运咯 再一次来到台湾前 抽奖完妹子面色古怪 她能保证这次一奖 绝不会被抽走 因为放在抽奖项的一个角落 以人手的角度 伸进去是最不舒服的位置 而下一秒 一奖的金色小球出现在眼前 恭喜 欢迎未落 你已经抱着可爱熊 头也不回 不可爱熊见辈 你重新跑回超市外 你不知道送饭哑肉什么 他会最开心 对自己来说 17岁的你 想要的礼物 是二环内 一套114平米的三十一厅 所以没办法推击几人 用超能力时间 但你能做的是 在他最少收到玩偶熊的17岁 就能得到玩偶熊 凭见邻居百事哀 不 凭见邻居百事可乐 亚荣手上的菜 被一把夺过 让怀里塞进了个 软乎乎的东西 你又抽中了 嘿嘿 我刚才看到他 给星加进去的讲求 偷偷抹油 运气了 少女低下眉 看着这只 戴着帽子的可爱粉熊 笑容怎么都掩饰不住 对于这种超出期待 还令我惊喜的感觉 真好 你提着两份菜 走了 弄着干嘛 回家做饭啦 夕阳一辉照着二人 你走在前面 影子被拉到老长 少女跟在后面 低下头 缓缓把粉色的熊 紧紧抱在怀里 回了公寓后啊 雅儿看着床头的熊 带着畜神 其实当你抽了一奖 想也没想再把熊塞过来的时候 他就很想接受了 那公仔换了一斤排骨的时候 虽然没有犹豫 但做了后 心里好像真的空了一些 小时候 他看到邻居家的女孩 有一条特别好看的裙子 妈妈注意到了自己的羡慕 然后就说 要给她也买一条 当时他其实也很想要 但他知道很贵 也知道 妈妈就算再贵 也会买给自己 所以最后他跟妈妈说 是看到那女孩 头上的发卡了 想要一个发卡 后来他也得到了那个发卡 虽然很开心 因为发卡也很好看 但开心的时候 也感到一种失落 因为他更想要的是裙子 这些年来 他也是在爱里面长大的 但理解父母的难处 少女总会故意降低自己的期许 并表现出得到爱后的欣喜 今天同样如此 做选择时 突然就其次了 不同的是 8岁的范亚柔 没得到裙子 但今天17岁的范亚柔 拿到了玩偶 抱着可爱熊 他开心的在床上打滚 真可爱啊你 好耶 另一头 你在房内做排骨 先焯水 然后放葱姜 撒掉酒 下一步就是用油煎了 不过妹妹妄说过 石操务必让她来 小厨娘想搭着身手 妈 机会就让给她吧 很快少女来了 熟练的西场围裙 扎好马尾 把你赶到客厅让你看书 你看了会英语弹词 忽然听到厨房 传了一声尖叫 啊 啥情况 走过去就看到雅柔 呜着脸呜呜的在哭 哭得不是很伤心 因为没有哽咽 但听出来很揪心 烫伤了 摇头 看到蟑螂了 摇头 出电了 是 是鸡蛋 鸡蛋坏了 这有什么好哭的 是因为前三个都是好的 第四个打进去后 坏蛋蛋液 当着我的面撩着进去 我就这样眼睛看着 你明白过来了 估计要是自己啊 能气得晚都摔了 也正常 四个鸡蛋 一个七毛 就是三块 原本就不富裕的消架 现在雪上加霜 放着我来 魅魔妞 烈眼蒙着看着你 来 来什么 嗨 鸡蛋有问题 我们可以找源头啊 掏出手机 一张照片 发给超市客服 十分钟内 不把钱退给我 我将引爆炎僵士 如果有关部闻 不介绍处理 我将会三体太军直落 超市的回复很快 好的 我亲 给您造成不愉快 够甜 真是对不起 你笑了 好了 可以退钱 咬着弄了一下 然后凑到你眼前 一起盯着手机 一缕秀发星星落下 划过你的手指 视线微侧 就看到柔软的脸蛋 距离直尺 甚至连呼吸 肌肤的起伏 都能清晰感受到 离太近了啦 但他一点都没意识到 所有情绪 都被超市客服挑动 而自己的情绪 却不公平的 被他挑动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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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事情也解决了 那我们再打几个蛋吧 饭菜很快 重新做好 杨柔虽然表情如常 但听了新生的你 还是很懂的 你心情还是不好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看出来了呀 我有点太倒霉了好像 说着说着 情绪更加低落 是啊 说到倒霉 如果把父母双亡的事情 也算在硬气里面 他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倒霉的人了 但不能让他这么想 坏鸡蛋就在里面 可是我们今天 两次抽中一奖了呀 那是你抽中的 如果是我 肯定是两包纸巾 你无语 这跟倒霉有啥关系 抽到纸巾的概率 是95% 两次连着 就是90.2% 也就是说 抽到两包纸巾 才是正常符合统计学的 跟我这样玩是吧 好好好 拿出几张纸拍在桌上 刷刷写下 九张倒霉 一张幸运 十张里面 有一张是幸运 你如果抽中 就代表你是幸运 哎 杨柔虽然白说 万一抽到倒霉 那不就是像被诅咒了一样吗 你反驳 你有概率抽到幸运啊 可那只有10% 太难了 你能把92%的大概率事件 当成你的不幸 现在10%的幸运 就不认可了嘛 小范同学有点纠结 是啊 为什么自己 不能抽到10%呢 没让他考虑 你已经在 交叛纸团了 伸出手 少女选取了 那个似乎在说 选我 主动出现在 视线中的一个纸团 你笑了 数学可以用来赌博 魔术也可以赌博 但都不及 灵体新生来得方便 你知道自己的超能力很厉害 但早就像 赐予超能力的神秘承诺过 你烦歌 我绝不会将这种能力 勇于赌博 不过 看着仿佛把自己未来都压上 正小些意大开纸团的少女 你也有想要赢的赌注 很简单 那就是一个笑容 纸团展开 两个红字赫然出现 正是幸运 眼泪不断从面前滑弱 少女将纸重新捏成团 真是捧她手心 破涕微笑 嗯 臭重了 晚上范亚柔在家做饭 然后她先回房间 过了一会儿 你的信息响起 等我洗完澡 就一起写作业哦 你有点头疼 我本来就打算写作业了好吧 怎么跟进度小孩似的 放下手机 你也去洗了个澡 等出来后 又看到两条消息 8点44的 今天要不在我这边写作业吧 8点53的 当然还是看你 我过去也可以 不是 这到底是让我过去 还是在你家写作业的意思呀 女人比数学题还难 让我推销一下 自己这边有小桌板 吃饭肯定得在这边 学习的话 只有一张小书桌 可亚柔家却有大树桌 懂了 原来自己这边 条件坚固了一点 亚宝嫌弃了 那我去你那边吧 到了隔壁门口 敲敲门 嘎吱一声门被打开 刚洗过澡 头发挂着小水珠 激一副血白光滑的 少女站在门口 进门后 她随手一指床 坐床上吧 鼻子轻轻嗅了嗅 这里有股莫名的少女倾向 学习环境容易分心啊 亚柔吹完了头发 学习开始 两人并排挨着 她不愧是 浩天性高中的学霸 技能说她很快 提笔刷刷刷 不拖延的性格 超过了50%的高中生 以及99.973%的 废物大学生 你也跟着写题 做完后对了些答案 二十题对八道 很好 正常发挥 相当于150分到60分 是平时的成绩也没错了 将个答案合上 你正准备找 隔壁桌的老师解题 却发现 她正在低头人做题 而随着她的动作 一领微微吓松 你愿能看到 去些优美的锁骨 真的好玩 腰肉转头 了解发肆叹气 你真的认真做了吗 缺口猜的正确率是25% 我到了40% 总不至于是猜的吧 但40% 也在猜的正确率范围内 可恶 她什么时候变得说话 这么伤人了 快还给我那个 温柔善解人意的魅魔妞啊 少女的叹气 看来 光靠查了补缺 已经意义不大了 词汇量 实态 语法 都需要加强 养人那些很好 那我先来给你讲一下实态吧 你打断 要不 英语先放一放 有个更重要的东西 拿出一本 五年可考三年模拟 要不先做数学 放心 我实际成绩还不错 咱们来比个赛 亚柔有点怀疑 但还是认认道 我可不会放水哦 为啥拉着学霸 比赛做题呢 那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几天后就考试了 正要测一下 超能力新生复制答案的能力 想的是挺美好 但实际起来 鼻子有点尴尬 因为亚柔的思路 是得太快了 新生是能读到 但她做题 不是一板一眼做下来 而是把能拿分的 大部分都先拿了 往往你在复制 她上一个 选择答案的时候 她已经翻到填空题了 可恶 复制任者卡卡凡 终究还是有极限的嘛 不过 旧成绩也还行 范亚柔一个半小时做完 拿下142 你拿131 亚柔想了想 你上次考试多少分啊 嗯 504 这样啊 她思索了下 那个 现在的成绩 并不能决定什么 相信你在高考的时候 能提升121分 你提问 为什么是 有令有整的这个数字 少女没有回答 但早就从她的心声 读到了答案 因为504加121 等于625 625是范亚柔上次 考试的成绩 她说 因为504加121 等于625呀 不仅心里是这样想的 还说出来了 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变 哪怕是你自己 也没有做到这种程度的 心口合一 只能说 范亚柔一直在惯着她 有话直说的忍道 第二天 在学校里 一帮同学龙笑笑 解决了换座位的事件 但由于这个剧情分支 和我们的生涯仍无关 我就跳过了 顺带一提 由于你数学 copy了班上的雪霸冷落雪 用130的分数 直接拿下班级里 参加高中数学知识竞赛的名额 时间就在周日 放学的时候 和龙笑笑 一起搭公交车 她心里是这么想的 跟她一起回家的话 又坐电灯泡了 但一个人 怎么去公交车站 又有点尴尬 干脆借口 说今天跟妈妈约好了 所以不坐那趟车吧 但等车一起动 龙笑笑又坐到了你身边 这是 计划有变吗 但小龙同学 只管递他玩手机 之后二人没在说话 一直坐到 浩天进高中前一站 龙笑笑突然起身 打了车招呼就离开了 等下了车 她松了口气 能帮她的小女朋友 占个位置 也算是有点用吧 到了下一站 雅如上车 很自然坐在你身边 小脸慢慢飘起 一滴滴红影 屁股刚坐上来 怎么就热热的 你咳嗽一声 她回过神来 今天我跟姑姑 好好聊了一下 爸爸妈妈的遗体 已经火化了 按理来说 应该遭到下葬 但我一直不肯回去 葬礼选在了周日 那时候 我应该回老家一趟 你点头 嗯 是该早点回去的 你知道 她先前是在逃避 害怕回去之后 接受不了父母的死亡 当时崩溃 但人活着 不可能只为了 自己一个人活 现在的她 已经不同了 她告诉别人 能够自己走下去 也必须走下去 雅如说 嗯 一直任性 给好多人添了麻烦 这时候 回去好好道个歉了 少女看了眼泥 又补充道 你放心 等葬礼办完 我马上回学校复课 不会消失不见的 心声是 她会担心我回去之后 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我若无其事做出的解释 好像有点自作多情 你却心想 没有自作多情 我是在担心你遭遇变故 在世俗压力下 不得不转回老家读书 笑了笑 嗯 要赶紧回来 虽然你现在成绩很好 但如果松懈下来 我抄你 也是迟早的事情 少女脸上 绽放出灿烂笑容 是啊 我相信呢 聊到这儿 你又将周日参加二手比赛的事情说出 哇 太好了 这是个好机会啊 如果拿下省奖 那向凡需要追上的分数 就是一百一二一了 她的压力应该会小点了吧 等等 你这家伙 还真是时刻记住 504加121等于625这个算上位 范艾柔在认真地考虑一些事情 你也在认真考虑一些事情 但两个人想的 却都不是自己 周日的葬礼 他会需要我吗 此时 公交到站 你们去超市 零零总总买了一些东西 总共消费50.2元 又获得了一次抽奖机会 看到熟人 敌人身体瞬间僵硬 是 带走可爱兄前辈的男人 他身旁是他女朋友吗 好漂亮 紧张转过身 看了眼货量上 才入职一天的开心后辈 目光坚定 这一次 将赌上我身为抽奖员的一切 绝不能让他再带走后辈 好好好 夫俩个这么厉害是吧 看来 我今天是必须得大先伸手 入去袖子 正准备抽奖 却被咬着拦住 今天我来吧 新生事 现在的我 感觉有幸运傍身 你想了想 叮嘱一句 把手往里伸 一般他们喜欢把奖藏在底下 可恶 这就是个男人的策略吗 可爱兄前面的消失 或许不受无人 亚柔心中默念 标识四奖 标识纸巾 标识纸巾 很快 一颗奖球掏出 赫然标着三奖 恭喜你 这是奖品 一根零七买了棒 范亚柔很开心 打算塞进购物袋 你提 反正还没吃饭 现在就差该吃了呗 往前走去准备回家 忽然 少女喊出你的名字 小凡 走了前面的你转过身 怎么了 直接夕阳下 少女的身上 蕴染开了一道低色轮廓 手里是一只 撕开的奶酪棒 注视着表情 稍微有些呆呆的少女 你低下头 她踮起脚 将奶酪棒送进你嘴里 嗯 奶酪棒是甜的 好像林奇的反而更甜 你们俩倒是没啥 后头的店员 是真的牙齿都会咬碎了 虽然能理解 毕竟那个男生双手都拿了菜 但头胃的时候 能不能避着点人味 可恶啊 修天辈 半夜把这俩人都杀了吧 范亚柔心情很愉悦 今天一起真好啊 这是我抽中的第一次非纸巾奖 你想了想 实际上如果连抽十次 抽中非纸巾概率又四成 雅柔小小牢骚 这就有点不解风情了 就没可能是昨天的幸运护符帮我的吗 你奇怪 幸运护符 雅柔转个头 嗯 就是幸运的意思 如果被她知道 我把那张纸留着 还随时带她身上 会被嘲笑的吧 等等 那张纸你还留了呀 想了想 哦 对 昨天抓救的时候 那张纸团还在吗 雅柔紧张 你 你问这个干嘛 嗨 随口问问 魅魔妞一下就急了 没丢 我怎么会丢呢 哦 是这样啊 我真没丢啊 你觉得那张纸意义很大 你 你怎么会觉得我会丢呢 难得盛雅柔这么较真 追着你的眼神很认真 嗨 我知道你没丢 我吸你 没等你说完 她掏出一个暗红色的小香囊 说实话 你还是很受震撼的 或许是短视频刷脱了 这种大几百块 都舔不出女生一张好脸的时代 自己分闭不花的废纸 却让范雅柔收真宝 总感觉怪对不起她的 你把幸运装进去了 嗯 她有一点难为情 收进口袋 就是因为她的眷骨 我今天才抽中了奶酪棒 不 是因为我的指导 是因为数学统计模型 戴嘴上还是 那确实是有效的 少女嘀咕一句 那肯定啊 她本来就不想让你看到 这种让人害羞 还有一点点想丢人的东西 毕竟是她亲手做的 不怎么漂亮 里面藏的东西 也仅仅是一张皱巴巴的纸 不过消凡不在的时候 也只能靠这张纸让我心安了 你心中叹气 总算反应过来 哎 既然想要让我给你回老家 为什么不说呢 有话直说 不是你的人当吗 什么 范瑶柔没有 是我意想出来的 就有就有 这天 她敲向你家门 那有点开口 那个 我家电费欠费 电被停了 你提议 哦 那赶紧出吧 我找朋友借点 等 等一下 她连忙拦住 有点难为情 虽然坚持完这个月有点难 但我至少想撑到回家 你无语 不是 坚持这个意义是什么啊 亚柔心里想的却是 一旦开始借钱 以后没有困难 就会想着找别人借钱 只有习惯着忍受 才能够在岩浆市留下来 别这样哑饱 妈妈心疼 那进来吧 空调 我一个人吹 等我一个人用 太浪费了 进到房间后 你们坐在桌前各自学习 过了一会儿 有新声传了过来 刚才停电 还强称的待了一会儿 我身上不会有汗味吧 听到这儿 你也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 下一次笑了两下 而这个细节 被本就注意的不行 那时候抓住 脸色红到尴尬 自己也闻了两下 没味道啊 但是刚才流汗了 可能有点味道 不对不对 一定有 不然消烦 为什么嗅了两下 不是 就是因为你说了 我才闻的呀 你身上不就是 很正常的体相吗 真想多了 忽然 咔吱咔吱 桌面发出摩擦声 你抬起头 仰柔像是猫咪 拿着桌子 视线闪躲 那个 家里停电了 热心用不了了 我可以在你这边 洗个澡吗 你的内心活动是 好好好好 不是 人问你话呢 别在这里发电位 当然可以 谢谢啊 雅柔起身 准备换房间拿衣服 表面开始散定 心声 早就已经爆炸了 在他房间洗澡 他会不会觉得 我别有用心啊 比如呢 比如故意在做 容易引起误会的事情 等一下 你怎么就跟我 对起话来了 好吓人 不一会 范雅柔抱着衣服和毛巾 回来进了浴室 那我进去了哈 好 去就去吧 跟我汇报啥呀 难道是不相信哥们 雅柔心想 这个角度能够看到玻璃 他家玻璃不透吧 你假装伸了个懒腰 挪了下椅子 背对着浴室坐下 用最有力的行为 让少女 尽一张的心 尽可能安宁 不是 不会真以为 哥们是色懒了吧 正当的光好吧 等你转过身 他也松了口气 招了一摆 干脱了一半 突然想到 衣服放哪的问题 从意识中探出头 那个 你平时洗澡的时候 衣服都是放哪里的 门口的胶凳啊 啊 啊 他想了想 只好将买菜的塑料袋 腾出来 挂在门把手上 里面装了 换下来的衣物 做完这一切 少女突然发出一声悲鸣 我真是个笨蛋 挑衣服挑了这么久 结果沐浴露没带 看了眼 浴室里还有个香皂 嗯 他会不会有洁癖 不喜欢别人用他香皂的 要不 我还是回去拿 可洗个澡 还来回净出 也太纠结了吧 嗯 我这么注重个人卫生 他应该不会嫌弃我的 里面 听了从浴室传出来的水声 你注意力 根本没法起用 无奈 刷我视频吧 很快 咬着洗碗澡出来 笑凡 我把你的衣服也一起洗了 话说了一半 正好 你再刷一个后妈群 刷牌博主 尴尬住了 男生都喜欢看那种吗 他明明才是个 17岁高中生啊 站在外头吹头发的时候 线都缠绕在一起 解开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 把毛巾扫到地上 少女慌了神 赶紧往下去捡 看她夹在里面的一条内裤 搜口气 还好没露出来 让下一秒 看见落在你大腿上的 浅蓝色纹胸 瞬间脸来透红 啊 一把夺过 操红逃走 放那只门被关上 你待到原地 常常若失 不对 那也不是咱的东西 谈不上失去 只是 想不得压我的内衣 跟长相一样 好清纯啊 不行 让人家看一句 伯伦拽下下火 等一下 伯伦拽呢 伯伦拽救一下 冷静下来后 你重新来到费尔仁家门口 敲了敲门 捏了嗓子到 你好 送外卖 门口警惕的声音传出 我没点过啊 地址就是这里啊 501范女士对吗 哦 那等一下 回答完后 你的手机 得立刻拨通 少女声音撑到 小凡 我门口有个自身送外卖的 还知道我的名字 你先别出来 嗨 就是我 开门 现在苗门开了 少女气呼呼 你真是吓死我了 考察一下你的安全意识 恨合了 亚柔还是小生气 咳咳咳 我是说 还请回去吹头发吧 范亚柔脸色一红 想起刚才的表现 确实有点幼稚 毕竟 这是一件衣服而已 觉得我幼稚吧 哎呀 怎么会呢 害羞是人之常情 毕竟是穿那种 还有图案的内衣 等等 什么图案 我根本没看到啊 而且我的内衣尺寸 没事 小小的也很可爱 可恶 你这样真的好 影响我学习家 但过了阵子 咳咳要回家 出门前你叫住他 你老家是哪里的啊 温乡的 江城的一个县敌室 你点头 嗯 知道了 二人道别后 范亚柔刚准备走 去到门口停下脚步 你有些紧张起来 这是猜到了吗 我猜到小凡想做什么了 或者说 这些事情 是一直都让他很纠结的 要如开口与自己严肃 于我而言 有很重要的事情 于你而言 也有很重要的事情 这句话不用心声 你也能听懂 但懂了 不代表知道怎么做 少女停下脚步 轻轻细细认真注视着你 与你重要的事情 与我更重要 很轻的告白 你是我浪漫的期待 不管多样的心海 你是我最爱 我把日落泛满 让繁星成山海 无所谓爱的山海 我回来 范亚柔的忍道 或许并非有话直说 而是不让人难过的实话 她才直说 悲凉的话语 她会独自藏在心中 用柔软的胸膛 捂热的再说 对范亚柔而言 重要的事情 是撑起父母的葬礼 安慰孤苦淋漓的爷爷 对于你而言 重要的事情 是504加121 等于625的不等事 是缩小这段差距的数学竞赛 你叹气 可你又怎么知道 对你而言重要的 与我而言 不是更重要呢 认真注视着她 你如果感觉到了孤独 不只可以抬头看星星的 繁星点点 不也能在人间吗 头不用抬那么高 也可以得到慰藉 雅柔却道 这种煽情的话 从你嘴里说出来 总让人感觉怪微妙的 虽然吐槽 但少女的表情是开心的 长不良久 你才开口 重要的事办完了 要接着回来 更多的话说不出来 倒不是因为你怕肉麻 而是听到了 范雅柔的心声 121分的差距 比想象中大得多 希望她务必冷静 就算冲动 放弃考试来老家陪我 我也会原谅她的 但是 就像我一直在 努力地坚持 吝啬 因为我知道爸妈死后 没有收入来源的我 待在岩浆的每一分钟 都在花钱 谁又是 不想浪漫的呢 少女嘻嘻一笑 擦掉一些 可能是因为困了 她出现的湿润 我肯定会回来的呀 我如果不回来 那你就去找我 嗯 好 如果你不回来 我就把你从江城 扛回到我们学校 顺便把这些手续给办了 扑到完后 你回到家 她的床上 开始搜索起 从岩浆到温乡的车票 高点需要4小时 最晚4点58发车 但考试就在4点 刹 算上去高铁上 和提前进站的时间 来不及呀 雅柔其实很清楚 只要你冲动了 就会失去 加上十分的好机会 这种连亲人 都不想拖累的人 怎么可能 想让你为她牺牲呢 或许 自己早点认识她 就不会这样了 你能感觉到 她有一些用力了 为了证明 能独自生活的很好 比所有人都要坚强 想不依赖任何人 弟弟正好袭击想了 过去一看 一件衣服 和两双袜子 已经被夹在晾衣杆 她什么时候晾好的 接下来的几天 你风格学习 跟汉菜的座位上一样 戴耳机 疯狂刷题 好兄弟冷风 人都麻了 不是 兄弟受什么刺激了 陌生 太陌生了 这台放下回家 范耳柔给你发来的消息 我们今天多加了一节课 你要等我四十分钟 要等吗 当然 提前买了杯奶茶 到了浩天进高中校门口 过了一会儿 学生们录取出来 范耳柔微笑向你招手 大大方方 旁边的小赵同学 不禁入书一母校 小雅柔同学 这果然是有男朋友的呀 嘿嘿 这对CB可定了 女同学走后 你把奶茶递过去 热的 喝吧 哎呀 她是在担心我胜利期 不能喝冰的吗 比看起来的要细心多了 不对 她一直都很细 啊 雅柔一脸疑惑 你不喝吗 我不喜欢喝 总不能说 是为了省钱买车票 所以只买了一杯吧 她嗷了一声 把奶茶递到面前 太大杯了 你帮我喝一点吧 你咳嗽一声 指着路灯干后的人 你朋友是什么小报记者吗 雅柔脸颊一红 低下头咕噜咕噜 用手拽着了你的衣摆 赶紧走吧 小泽同学是懊恼不已 纯 太纯了呀 我要是男生 这杯奶茶递过来 我也顶不住啊 小凡 你该死啊 宁问雅柔 第一次来后天进高中 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少女听出来 你是想让他带你逛逛 虽然预算方面有些吃紧 但毕竟是他学校附近 要进地主之一 想着想 学校后面有条街 七点左右会很热闹 我们一起去吧 你是听出来了 雅宝没钱要请我 要不把我报了家里金币的事 告诉他 不然他争取借了 思绪游离的时候 少女突然把奶茶递过来 嗨 你喝吧 我话还没说完 一股凉意覆盖在脸上 断断错误后 你愣了愣 这次没人偷拍 你却被定格了 雅柔将奶茶对着你侧脸贴了贴后 嬉笑质问 还跟我客气啊 不对啊 我明明点的半糖 怎么喝起来比全糖还甜 懂了 这桃子来了 给钱 喝着奶茶的饭雅柔 将手机微微测量自己 打算悄悄把钱借了 等下就能请你吃饭 忽然你问起 你知道今天我为啥有钱买奶茶吗 嗯 是找冷风借的 你要投 我这个月生活费是用完了 但上个月 另一个同学找我借了一百块 现在还回来 足够借我燃眉之急了 眼肉低下眉 不过你第一次来我这 我应该带你逛逛 请你吃东西的 你好像没听到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 随后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 整个月还是先好好过日子吧 接下来 咱们吃饭出行都要用钱 先共度难关再说 接一收拾期的话说出来 范雅柔也不再去争了 接下钱 嗯 我知道了 但内心依旧有些在意 一直以来都在蹭你的东西 热水 饭 电费 甚至这条命 都是因为这家伙而延续的 长久以来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 太理所当然了呢 忽然你开口 雅柔 啊啊 你接过的茶咕嘟咕嘟喝掉 有点渴了 最后一口就给我喝吧 你都喝了还问我啊 好好哦 好像的确是自己想的太多 他敏感了 我跟他的距离 第一次见面时 就已经很近了 拿他当朋友般拘谨的事情 幸好他不知道 不然可能要觉得 我不过一算生气了 你心里的吐槽是 不好意思 我已经知道了 哎 都去一格门 搞这么客气干啥啊 感情淡了 现在就买 你们到了他学校附近的一条小吃街 你开口 推荐下呗 雅柔思索了下 他平时都是个姑姑 一起在食堂吃的 这里只来过几次 但你来到一家生煎店 点菜的时候他想了想 一份生煎 一份锅贴 鸭血粉丝汤 我们分着吃吧 分量挺多的 晚上是还饿 我再下点面条给你 话说的一半会儿停下 抓着你的肩膀的甜面 偷埋下去 你是真的僵住了 看着脸都差点贴在 自己胸口的范雅柔 这一刻心中的猛虎 弱得开明猫咪啊 只是 范雅柔也是不安的小猫 恨不得要钻进你怀里 死死埋着头哆哆嗦嗦 姑姑 姑姑在外面 你是真的尴尬呀 不是 我们刚才两个人 做的吃东西很正常吧 如果害怕 正不认识就行了 这可是吧台 理论上大家都可以正不认识 可这么一搞 要是被姑姑发现 你还哭我了呀 雅柔颤抖的说 自 自然一点啊 喂喂 最不自然的就是你啊 冷静 看着还抖个不停 直接把手盖在头上 射图吸取大脑 这一下的确是定住了 小凡说的对 自然 自然 但我好像还在抖 怎么回事 你好了 现在是哥们儿在抖 这会儿姑姑旁边的老师问 范老师 怎么了 哦 补充下设定 雅柔姑姑就是 浩天进高中教导处的老师 她胡一道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怎么感觉看到雅柔了 另一个老师不直一笑 怎么可能啊 那可是雅柔 这样的女生 怎么会早恋呢 说的也是哦 等他们走后 你伸化手 雅柔整个脸都变红了呀 忽然反应过来 等一下 刚才是不是 不多也没事 你咳嗽一声 你还可以装成不认识我 反正是在吧台吃 听到这个雅柔一愣 少个都没接话 连心声都没有 这会儿老板断着生剑过来 声剑来咯 你夹几块子就去 忽然上去嘀咕道 你在街上碰到老师 会说不认识我吗 你差点呛道 那肯定不会啊 雅柔低了头 那你觉得我会吗 你想想想 情况不一样 毕竟那不是普通老师 是你姑姑呀 那如果是你碰到你姑姑呢 不会啊 说到这儿 雅柔的情绪才有了波澜 甚至有点不开心 对啊 你怎么就会觉得 我会装作不认识你呢 这一下你愣住了 呃 男生对这种事 要后脸逼脸 当然没有任何歧视女性的意思 奇怪 她是第一次见到美魔妞 有生气这种情绪 她扯了扯紧袖子 能跟我来吗 站起来的一瞬间 你听到她心声 然后就僵硬了那么一针 然而不解 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 刚知道了 所以有点不太敢走 你肯定有你的道理啊 少女跌跌头并不遮掩 我刚才躲的姑姑 完全是因为感觉自己在翘克 在这种地方遇到有点怕 并不是怕她抓到 我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担心这个 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 她终于露出笑容 没关系 想起一位老师上课时 说这些话 不要觉得学校抓导链 是害你们 实际上学校是在给你们把关 是啊 如果是那种 在夜上遇到老师 在晚间手甩开的男生 你觉得这是真爱吗 虽然还不是情侣 但是让你觉得 你说这种话 就像是在说自己 会是那种甩开她手的人 操 我的我的 听完她心声 你是真的后悔啊 我是真该死啊 这会儿 杨柔说的戳戳戳前面 姑姑应该还没走远 我没开玩笑 我们去找她吧 范雅柔的确没骗你 她心搭行 成如明镜 其实你也没那么怂 但刚才跟小范同学的动作 就像是在亲嘴子一样 现在过去 又要开大送 那个 抱歉抱歉 我回去自拍一张卷子 你把它轻轻推回周围 澄清道 我完全相信你 下次咱们再好好跟姑姑打招呼吧 这么说 雅柔也不好在 继续坚持 跌跌头 下次好好打招呼 不用躲 反正 说话间 家里之声间放在嘴里 一边含糊气色的说了什么 你知道 他是故意不让你听清 没去追问 就这样冲着脸 注视较劲的妹某妞 听心声即可 反正 反正我又没什么好怕的 过了一会儿 你们散步继续逛街 忽然看到前面人挺多 好像是在搞抽奖活动 还是那个熟悉的抽奖员小姐 接着当你们二人又来 她脸色周边又是你们 这次可没有可爱熊前辈后辈了 不过很快自行满满 这次游戏很简单 押金而实 在黑板上写字 从一到一千 每个阶段都不同奖励 最高是一张价值百元的电影卡 旁边有人嘀咕 喂喂 小哥非常大 刚才有人写了四百多 被他在旁边好心提醒一句 直接就乱了 你上前一步 亚柔也先担心撞了一脚 你呵呵一笑 放心 必拿下 一二三四 前面还好 一路到了三百七十五 忽然抽奖员后脸皮来了一句 三百九十五 哇塞 他能够写的这个数字 超过之前的人吗 亚柔憋嘴 真讨厌 原本他心里默契的数字 一下被打乱了 然而对你而言 没有任何印象 甚至都没听到片刻 路人不震惊 厉害啊 被突然这么一下 觉得嗓不慌 我刚才写的时候 就是被他一嗓子喊乱的 这会儿 探主逃出逼拉技 这位小哥哥已经很坚定了 加油啊 免费他的娃娃就得一签 四百二十七 四百二十八 四百二十九 四百四 这一下跳十位 哼哼 死在这张手下的人 十有八九 然而你头也不太继续写字 数错了 是四百三 吃瓜群众们都很舒服 笑了 恶心的人是吧 被治了吧 经历过看到别人头上的数字 以及随时听到 数百人心声的训练后 这种游戏 老子爸爸C 写到五百后 摊主拿出押金善效 恭喜帅哥挑战 话还没说完 你去往下写 他脸都绿了 坏了 冲着一百块的电影卡来的 一边写一边笑 写到一千五或者两千 奖励会加码吗 啊 不是 你怎么还能抽出精力 跟我聊天呗 他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呀 别别别哥 虽然我比你大 但是我叫你哥了 收手吧 别这样 拿完这张电影卡就走 你都听了个明白 写到一千二后 礼貌性问了句 能多送两个娃娃吗 摊主强行解出笑容 没问题 好嘞哥 在努力做出笑容 送出奖务时 他转过头 看着同样露出 灿烂笑容的漂亮女孩 自己不但输了奖品 甚至连另一种意义上也输了 散步的时候 雅柔把三花猫递给你 这不是母猫吗 你不要吗 男生男猫 女生女猫应该才合理吧 嗯 可是我比较喜欢梨花猫 语气并不肯定的解释完后 范瑶柔转头 对着面无表情的梨花猫 趁你不注意 轻轻掐了一下 这也要问原因 小凡 掐你掐你 哎呦 你干嘛 掐得好疼的 不过有一说一 那个比梨花猫 确实跟自己有点像 想拿回去扎小人是吧 这样这样 那我也对你 不客气了 这只三花猫 我要在家里的时候 一个人把它 晒干净后 陈列在柜子里沾养 想啥呢你们 盛雅肉 不可谢多 你拿出电影卡 有啥想看的电影没 我 我不知道哎 你提议 要不改天吧 今天看有点太晚了 回去至少11点 你明天早上还赶火车 上你去摇摇头 我火车上也可以补觉啊 就这样 两人互相拉扯 一直都没有明确态度 雅肉凑开目光 吱吱吱道 当然了 都看你 我都行的 嗯嗯 主要看你 这个家伙 这么不沾锅的吗 那就去看吧 你们俩到电影院 选了一部两个半小时 恋爱电影 一样子 女生哭哭啼啼 男生一脸无奈的在身后追 魅魔妞弱弱道 感觉选这场的话 会看到比电影内容 更激进的东西 紧接的又一队出来 就跟开说了一晚上的兄弟俩一样 两人中间空档 甚至还能再差两个人 估计是三天内 不会再说话了啊 你尴尬 要不我们还是选 狗出末吧 听说风评也还行 嗯 没事了 就这个 要说拜拜手 反正电影而已 谁会把内容当真厚 气坏自己呢 况且 现实哪有电影 那么多戏剧化的情节啊 很快 俩人做好 你刚把爆米花放中间 结果就看到 右边的一队情侣 把中间的扶手抬了上去 另一队情侣更离谱 扶手抬上去后 女生直接把腿放到男生腿上 嗯 大家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发生的时候 看到范尔柔扔了一下 恋人家泛红 搭着爆米花的手没有挪开 就这样僵硬的看你 徐徐把手 伸进爆米花桶里 我到底在发什么呆啊 他把手伸过来 自然是要吃爆米花的 对对对 我要吃 为了避免自己看起来 不能不傻里傻气 他就这样和你交替 抓着爆米花吃 应了那句老话 吃吃吃 我他妈吃吃吃 很快电影开始 萤幕上出现两座坟墓 坟前一群来宾 一个中年女性 握住少女的手 表情怒目的安慰 字幕弹出 三天前 范安安的父母 死于遇上车祸 我操 不是 怎么还姓范的 你人都麻了呀 转过头 发现他脸上 表情并无异样 少女恋眼汪汪 心里欲气 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看起来就是父母伤亡 女生还姓范 这电影的女主角 能不能改个名字 跟雅肉范畴 不知道吗 雅肉本来不想哭的 但她现在哭泣的原因 跟电影没关系 她本以为做好了 准备回去 主持父母的葬礼 所以对这家迎接的现实 并不害怕 但看到电影开头 才反应过来 并不是不害怕 而是没有实感 亲人的离去 不是一时的大雨 而是一生的潮湿 而且这个女生 为什么也姓范啊 我完全带露她了呀 精灵想把眼泪锁住 所以一直在忍耐 直到你伸手 在她额青的刘海 轻轻摸了摸 泪花在她双眸上化开 伸出息迹的微光 是啊 阴雨绵绵的时候 她用手 给自己挡住了雨 是被雨淋到了 但至少 没有把眼睛打湿 能靠一下吗 你没说话 只在她头上 轻轻碰了碰 少女顺势 也就把头 靠在你肩膀上 继续观看电影 然后她不哭了 周围的路人们 都震惊麻了 这就哭了 电影才放了一分钟啊 轨迹多端的漂亮小姑娘 很会啊 穿着校服 在电影院约会 就等着被教导主任 逮住吧 电影的后半的剧情 还是挺有笑点的 男主也是逗逼型 会玩梗 雅柔被一个剧情逗乐 不是 这个男生好像你啊 哪里像了 看起来很正经 不过老是冷不丁的说些话 虽然不好笑 但也有点好笑 什么叫好像又不好笑 你要不要天天看 你在说什么 我问了跟怎么了 女主也像你 我是说长相性格什么的 雅柔听出来 你是怕他误会带入 最强的头 不像 不像我 那么胆小没用 没有男主 他也能活着 而如果不是消贩出现 我现在 是的 没有我 你头七都过了好几天了 但胆小跟没用这种词 可不是形容你的 怕黑是人的天性 只要能看到的光 就能继续走下去了 接下来 电影的总体剧情 有点像欢喜游家片 互动相当欢乐 男主替女主 说头打架 女主在窗边打电话 表明心意的速度非常快 接到你疑惑 接下来该怎么演剧情的时候 电影放到暗恋男主的一个学姐 把男主带到小树林里面 亚柔救助你的一百 有点小紧张 这不会要被误会了吧 而你 早已看出了一切 符合到 傻逼编剧果然要开始了 果然 女主看到两个人在亲 逃走 但实际上 在亲的那一刻 男主推开了学姐 学姐也发现了女主来 但她不说 暗中挑衅 就这样误会加深 男女主产生嫌隙 女主一直憋着不说 中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女主最终出国了 男主和学姐在一起 却始终放心不在女主 学姐最终坦白 当天的情况 男主追回莫及飞到国外 此时的女主 已经癌症晚期 不是 这都演的什么 就这样 电影最终 一滴滴狗血的方式结束 走出电影院 你见亚柔一言不发 好奇到 你怎么一点评价都没有 少女脸平静 还好吧 用你的话说 我只是个乐子人 但真正的理由是 反正我又不傻 反正她也不坏 回去时 好不容易赶上最后一班地铁 明明都累到不行 但看着彼此 却露出会心笑容 亚柔很开心 又剩下了20块钱 很划算吧 确实 你问 回去后洗个澡都12点了 你明天真不会犯困吗 亚柔说 高铁上再睡也行 中间有六七个小时的车程 不用担心我了 随即 面露单又看着你 反倒是你 今天跟我在外面待了这么久 不影响后天的考试吗 没事 不在这一时 老一结合 其实啊 经过这些天的特训 你有自信 120分里面 至少能有多40分 虽然距离一达到至少90分 还有一大半差距 但没事 我有策略 也许是这些天学习的太累 你作业后就闭上双眼 开始打盹 亚柔现场沉思 第一次见她 是在上周二 已经过去了10天 这家伙 头发比先前长了一些 有一束刘海都盖过眉毛 快遮到眼睛了 虽然总是有一种厌世的感觉 她眼睛很好看 偶尔也能流入温柔 对了 上次偷拍了伪装 所以这次我要偷拍一张她的 这边想着 上去拿出手机 怪的声音 刚打算按下快门的时候 地铁忽然停下 在惯性的作用下 念往她肩膀上靠去 睡得狠死 全无意识 嗯 也不能怪她 看得出来 她并不是故意的 而且毫不知情 自己就算害羞 也没人能看见 为了不打扰你睡觉 也要停下偷拍 手机换到另一只手 反转屏幕 少有的来了个自拍 咔嚓一声 我爱你爱你 借我勇气 慢慢的藏在心 一步步走向你 给我爱的魔力 不退缩 不犹豫 甜蜜花在嘴里 只告诉你 我爱你爱你 随便奇迹 爱上改变的勇气 都是因为你 关于闯入到 自己摄像头里的男生 我也毫不知情啊 等你睁开眼 只看到雅柔 用手在你头上蹭了蹭 哦 是要到站了 而且自己不知道 什么时候 靠她的肩膀上了 完全没感觉啊 鬼 尴尬死了 还有挤站啊 但不知道为何 少女就这样 笑颜颜看着你 什么话都不说 连眼睛也是笑得弧度 嘻嘻嘻嘻 所以 在我睡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到底发生什么 回了家 你太困了 直接睡一下 另一边 范雅柔拿出手机 打个备忘录 啪哒啪哒打起了字 10月18日 天气晴 微热 今天在放学前 都是很正常的一天 中午的时候 跟姑姑聊了回家 已经葬了瘾的事情 下午上了体育课 小泽同学 拉我打了羽毛球 非要跟我进去聊门 有名高中 今天放学早 我问他能不能等我 他直接答应了 还买了奶茶给我喝 逛街的时候 他今天晚上 从一写了500个挑战 赢了电影卡 最后啊 我们去看了一个电影 前面很好看 后面有点无聊 看完我们就回家了 日记写到这里 亚洲手指停下 复盘了一番 没发现什么缺漏后 退出备忘录 他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坚持了好几年 除了接到父母死讯 的那几天暂停外 都要好好写 放下手机打他睡觉 忽然想到什么 点开相册 第一张照片 就是你跟他的合影 要是一不小心 让别人看到手机 还是放进某个相册里吧 学校吗 不对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 温香 这个是放老家的照片 最后还是放到我里面吧 但又开始纠结了 放在这里 怎么有种让他 进女士宿舍的感觉 最终 愚笨的范亚柔 终于想到了 单独创建了一个 名为肖的相册 把你装了进去 不行 我要睡觉 把你的照片塞进去 翻来覆去的 还是有点睡不着 最后 小心翼翼的 给相册加了个锁 终于松了口气 抓着可爱熊玩偶 天天睡一去 第二天 你醒来的时候 就听到楼下有汽车声音 看出头 看到一辆 黑色高级轿车 车门打开 是范亚柔的姑姑 走下来 直接上楼 明明明有些紧张 往屋内缩了缩 她很快反应过来 姑姑应该不认识自己啊 没事 根本不用怕 几时挂 范亚柔走出家门 注意到你 屋子笑了一下 她肯定不知道 睡觉的时候被我偷拍了 哎 多大点事啊 拿出手机 打开范亚柔 站在河边沙滩上 提了裙摆 不预月光的照片 像谁没有似的 不过 这张照片她也看过 儿子也被偷拍了照片 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突然有些好奇 臭子 来点作用啊臭子 就不能直接穿出画面吗 纯心声好low啊 下周是不是就该 刷新透视的能力了 看着雅柔跟姑姑上车 突然 少女跟姑姑说了什么 一个人回到了公寓内 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忘了吧 要上过拿吗 一阵准备 去温生间洗漱 门口却传来了 咚咚的敲门声 等等 这是要职业性家长的吗 打开门 这小贩同学 突然抓住你的手 将那天的香囊塞了过来 你还愣着呢 少女却摘放笑容 我回家 比起运气而言 更需要的是勇气 而你更需要幸运 好吧 我走了 说完 挥手告别 在下楼梯那一刻回过头 只接你两天 急着还我 你低下头 看着手里的幸运香囊 还没反应过来 等等 这原本不就是我的吗 你在家收拾完后 来到考场参加数学竞赛 该如何快速交卷呢 先用极快速的浏览题目 粗略计算了一下 自己会做的 算量是分值 43分 很好 比三分之一还多 接下来就是计题目 五分钟没动笔 题目记在心中 好 现在就是十倍剑王 哦不 十倍全功率开启 没错 现在要做的 就是网络所有人的心声 匹配到 正在做这道题的人 让选取那些 圣人以上的强者 如果隐及实力 当然最好 全功率 启动 就这样 依次换了三位投赛对象 发现时间流逝 高度其中 一道道解决那些难题 一直到15点43分的时候 估算了一下 券面分数 应该有90 足够过预赛了 这次考试 是竞赛前的预赛 能过就行 考高了并无软用 最后稳妥点 拿105分 于是 在所有人 金样的目光中 你放下笔 由于时间太早 监格老师还不解 同学 你这是 老师 我教卷 离个教授 开始飞翅奔跑 出校门后 拦下两速突 师傅去南站 司机没头一皱 这小子一看 就很着急去车站 估计还让我开快点 小子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 交通安全很重要 可通过后视镜 发现这小子 机器淡定 毫不慌张 他不急吗 你呵呵一笑 师傅 你这车 开的挺稳的哈 还 还好吧 嗨 我就不喜欢那些个老司机 开车忙得很 一超一个 全程一压的线速开 这样子自己车技好 就炫技 还是稳点好 稳点好 话音刚落 师傅面思一沉 当位啦 小子 做好了 车技好 小子 你以为 我在出车之前 是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 什么都没干 出社会 我就开始开车走路了 师傅过来很快 30分钟车程 只花了20分钟就到了 很快 在动车位置上坐下来后 打开联系的范亚柔沉默一会儿 还是没把自己出发的消息 在此时告诉她 现在的她 应该很忙吧 另一头 范亚柔并没有像对你说的那样 下了车 就能好好休息 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儿 她做的事情太多了 必须得感谢来宾的调研 以及接受他们的安慰 少女般以为自己会悲伤过度 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但实际上太忙了 太忙了 悲伤的时间根本抽不出来 走身间 一位初中的女生朋友 走了临堂前 泪眼汪汪握住雅柔的手 给了个拥抱 解哀 她点点头 做出淡笑 以前一直不懂 为什么葬礼时 要笑着给冰克敬酒 笑着接受别人的安慰 但现在懂了 这是感谢他人的善意 并告诉对方 自己能够支撑下去的决心 给生者一力量 如果他就这样倒下了 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是会难过的 一个女生问她 那你还回岩浆市那边吗 很多经纪都认为 她应该转回老家 比起让姑姑一家人 贴气留在老家 整个家族每人 都供给一份力量 才能更充裕支持 这个可怜孩子长大 但她却摇摇头 我要回去 回岩浆 朋友看她心已决 只能祝福 那你一定要保重 有空就给我打电话 话还没说完 仰了头手机 突然传来消息提醒 是你的一条语音 奇怪 她今天一天都被给自己发要求 怎么突然发条语音 明明没抬起头 却感觉到了视线 因为她好像听到了一个 很模糊的声音 点开啊 看看人家说的啥 点开啊 你在慌什么 好吧好吧 我点我点 转文字 结果是 雅柔 发个定位给我吧 很快对面消息传来 你在哪 我让人去接你 不用了 我已经叫到弟弟了 对面很快发过来个地址 坐上车了吗 嗯 坐上了 应该很快就能到 能打电话吗 可以 但你忙的话就不用了 这句话刚发出去 雅柔的通话就播了过来 铃铛响起了一瞬间 不知道为什么 小凡 从杨江过来 一路辛苦了 你能来 我真的十分感动 就什么 我在耐心什么 这可是盛雅柔 他怎么会责怪我呢 这是我应该的吧 不用客气 哪里的话 给您添麻烦了 等等 不对劲 过人下一秒 咬着声音变冷 好的 社交辞令说完了 小凡 你为什么提前出考场啊 你也不知道咱想的 脑子一抽 也没有 我考完才过来的 还骗人 他真的生气了 考试时间是下午5点结束 你想今天赶他温香 就必须做 4.58那一趟的高铁 你打断 你其实想让我来吧 这突然的一句话 瞬间把他情绪中止了 接磨了十数秒后 那边才带着哭腔 当然啊 嗨 那我来了 你还抄我发脾气啊 我 我不是说了吗 与你重要的事情 与 与我更重要 那边的声音 像是在抹眼泪 我 我不想你因为这种事情 而亲眼放 请先相信 你的打断来的很地实 相信 嗯 我考得很好 每一题都做完了 会做的题也超过了80% 等你回来后啊 我们就可以研究正式的对手了 真 真的吗 嗨 认识这么多天 我什么时候宽过你 这句话让那边沉默 沉默之后 便是更坚定的相信 刚才 说极了 我以为你放弃了 好了 擦擦眼泪 好好迎接宾客 我马上过来 嗯 路上黑 小心啊 你还把他事解决了后 你深呼吸 车快开到的时候 在车上换好了黑色半袖衬衫 然后下车 开了点时间 23点54 只剩6分钟 超能力就刷新了 走进去之后 他舅舅起身迎接 是小凡吧 来 雅柔在里面 虽然那孩子反复解释是同学是朋友 但考试时候赶紧赶过来 哈哈 懂得都懂 跟随舅舅 你看到了跪在垫子上 身穿白色上服的范雅柔 保持冷静 你来到灵堂前 拿着三十箱点燃 对着二人一照 九十多鞠躬 拜了三次 插好相后 先前带你进来大救 重重握手 很诚恳 谢谢你小凡 辛苦了 再多待几天 不要走走了 姑姑走到你面前 打了声招呼 你进门好好休息 听声音 就上次那个男孩吧 虽然雅柔一直不讲这个 但两人关系肯定不尽常 而且 我怎么感觉看到过他 接下来 你跟亲戚方都打招呼啊 流程结束后 雅柔转着你的胳膊往外走 没吃饭吧 我给你去下面 走到厨房的过程中 他走前面 你跟后面 两人并无对话 各自都有些不知所言 直到进门时 你感觉有什么东西 你跟头发上摸了摸 雅柔不吃一笑 让你低下头拍拍 我家厨房 没见过这么高的人 你蹭到蜘蛛网了 唉 我的 谢谢 话刚说完 你愣住了 因为少女就这样盯着你 看着这个充满疲惫 困倦还有饥饿的男孩 什么都没说 只是视线与视线汇聚 不知缘由 浅浅一笑 小凡 谢谢你 这会儿 距离超能力刷新 可能就十几秒了 你笑了笑 从来到这里后 好多人对自己表达了感谢 并且连连重复 担心情感不够真挚 他们也在用感谢 掩饰心中的期望与渴求 但这是应该的 人就应该如此 表达心情的时候 要直接 坦率 精准 让对方察觉到你的心情 雅柔愣了一下 你 你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你笑了 是的 所有人都在用言语表达情感 但唯有这个傻女孩不一样 她 用心语 之后 你和雅柔慢慢培养感情 关系越来越靠近 一步步变成了正式情侣 幸福的在一起啦 和你在这晚风中遇见了 谢谢王子公主的痛快 你看我的眼里 我的心里 全都是你呀 全都是你呀 把风景景换过你的脸颊 请在上面表着我的回答 在不理你仔细听呀 好了 《拯救道具时》这个系列到这儿 就暂时告一段落啦 第一季完结洒话 原作真的是非常甜 对后续还感兴趣的 可以在QQ阅读手机端 搜索《拯救道具时》 第一个就是了 目前进度对应原作第70章 原作一共有400多章的 质量也很高 男主后续每周都会更新一个超能力 除了最开始的看到寿命 聆听心声以外 后续还会有入梦 无敌进度条 未来是天气之子 其中你会围绕这些超能力 发生许多天天的小故事 感兴趣的就自行查阅吧 好了 那么我是猪猪 我们下个期间再见 拜拜 哦对了 接下来还有读书我们 《消防宇宙》的彩蛋时间 就在你们成为情侣之后的某天约会 雅柔突然偷偷欲裂 她看向你 怎么感觉 有种好几辈子的熟悉感 通通海中滑过 好熟悉 你到底是谁 朝 目が覚めると 何故か泣いている 見ていたはずの夢は いつも思い出せない ただ ただ ずっと何かを 探している 秋君 覚えて ない はっ はっ これってもしかして 俺たちは夢の中で はっ 家変わってる 夢は目覚めれば いつか消える 違う 夢じゃ なかった あの人の あの人の名前が 思い出せるの ミサー 言おうと思ったんだ お前が世界のどこにいても 必ずもう一度会いに行くって あの人は誰 忘れたくない人 忘れたくなかった人 忘れちゃダメな人 君の名前は 名前は 気抜いて 行こう それはまるで夢の景色のように ただひたすらに 美しい眺めだっ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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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